我从小也就没有学过什么钢琴啊 学过画画什么这类都没有 我就是这样子中规中矩的 就这样念书 但是你这么好的口才是怎么练成的 我还好啦 真的是谢谢谢谢 我大概从小学的时候开始 我就一直有参加演讲比赛 朗诵比赛 然后辩论比赛 天生爱说话吧 就是因为我的姐姐 我的姐姐也是演讲这一类的 从小就参加 所以像就是说口才这个部分 或说表达能力这个部分 可能一方面有点就是 因为我父亲他会写 帮我们写这个演讲稿 一开始的时候老师都会觉得说 家里面如果有个人可以帮你写演讲稿 那多方便呢 所以就让你试试看 你既然父亲会写演讲稿 然后那你就试试看 一开始一说就还像一样 所以就这样子一路上来 我们来回答一些观众的提问 有观众就问说 网名叫隋风的观众他说 他最想知道的是台湾的这个普通百姓 怎么来看待这个大陆同胞的 我觉得这个要分好多类 这个问题也不是太好回答 从这个1987年开放这个两岸探亲以来 然后观光之类的 其实越来越多的这个台湾的民众 到大陆去观光了 所以认识上面来讲是越来越多的 可是对于大陆的民众 我觉得要看你接触到的是些什么样的层面 比如说像我自己 我自己在1988年的时候 1988年的时候我就那时候才大学四年级 我就跟我父亲回大陆去探亲去了 那个时候一开始的时候 像我们这种有亲戚跟血缘关系的人 见到了自己的亲人的时候 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然后那个时候看到的一般的 大陆的民众的感觉是好奇 同时也有一些不一样的情感在里面 可是这么多年下来 我常常隔一段时间 就会到中国大陆去 不管是采访也好 或者是说去那边购物啊 看表演啊 或者是去逛逛去游玩也好 我觉得大陆的转变是非常的大 大陆转变非常的大 像这个特别是一些重点城市 然后中高层的这些公务人员 官员的素质的这些提升 还包括一般的民众 很多大陆的年轻人的 那个素质的提升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当然城乡的差距还是有 可是我觉得一般来讲 台湾民众对于大陆同胞的感受 其实还是基于一个人民的感觉 大家是会有人情味的 作为台湾资深的媒体人 银奶精是个多命手 他不仅在报纸上撰写文章 在电视台主持节目 也在广播电台主持固定的时事节目 目前银奶精是台湾 伟来电视台火线双交的主持人 也是飞碟广播电台时事评论节目 飞碟晚餐的主持人 飞碟晚餐的收听率在台湾 明月前范 飞碟晚餐 我是银奶精 这个利用周末的时候呢 到澳门去了一趟啊 银奶精在直播间里侃侃而谈 收放自如 他讨论的话题是国民党和亲民党的整合 这样一个政治话题 从他的嘴里说出 却显得轻松灵动 这得益于奶精多年的时政记者生涯 以及家庭的熏陶 银奶精出生于一个媒体世家 他的父亲是台湾资深的报解人士 少年时代的银奶精就很喜欢读书 他常常一个人躲在父亲的书房里看书 一待就是一整天 广泛的阅读造就了 奶精博文强记 善于思考的个性 辅仁大学新闻系毕业后 他就成为了台湾中国时报的时政记者 由于口才出众形象秀美 后来他又担任广播和电视台的主持人 在银奶精的大家庭中 他的姐姐姐夫 以及他的先生 分别供职于联合报 中国时报等台湾各大报社 台湾媒体称银奶精家 是媒体之家 这次也是代表很多大陆的观众 来想了解你的一些个人的情况 因为你的节目透过海峡两岸 我们通过奶精评论时事 一周评论台湾时事这个节目 得到了很多观众的一个认可 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 也了解了很多台湾的政坛 时事的一些真正的一些内涵内幕所在 那很想了解奶精我知道你也是新闻人出身 跟我们一样 也先是做了很多年的新闻记者是吗 对 我在1989年大学毕业的时候 就在中国时报工作 然后在中国时报跑新闻 然后后来中间曾经有一段的时间 到公共电视的筹委会去 那时候台湾的公共电视还没有出来 后来就到了无线卫星电视台TVBS 然后之后又回到中国时报 然后又在这个年代电视台 主要跑哪一个专业呢 我有跑过一些线 包括就是外交的线 然后国民党的新闻 然后台湾的一些高层的新闻 然后还有一些民进党的新闻 主要就是集中在党政啊 外交的这一块 也就是因为有了那段时间的历练 所以现在转行 或者是说转型做到了这样的一个 时事评论员的位置 其实还蛮特别的 因为我就是在2003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本来在年代电视台 当新闻部的助理总监 后来因为之前的时候 一直有一些电视台会有一些邀约 希望我能够来主持这个争论性的节目 可是之前的时候 因为我实在是非常的喜欢跑新闻 然后就一直没有离开新闻的工作 那时候呢 一方面自己也觉得年纪大了 然后想说有这样的邀约跟机会 好像一再地拒绝 就是也想给自己一个机会 就尝试一下 所以我就在2003年的时候 和郑立文 现在的国民党的政策会的副执行长 那个时候他也是从英国念书回来 我们两个人一起就主持了火线双交 然后就开始主持节目 从新闻的一个媒体工作者 就转到一个节目主持人这边 那你觉得做这个时事评论员 和做新闻记者最大的不同 有什么样的一些特别的感受 其实蛮有意思的 因为做时事评论员 或者做节目主持人 在一般的这个观众的印象里面 他会觉得你是某一种名人 或是说某一种特别的一类人 也不完全像艺人 也不完全像明星 像艺人 但是因为知名度各方面 大家在电视上看到你了 所以说会有一些 会有一些一般生活上的压力 走到像大家会希望你签名 或是很喜欢你之类 就是生活状态上的不一样 然后就工作形式上的不一样的话 就是说以前当记者 然后采访新闻 跑新闻 那个是一种不同领域的专业 如果在当这个节目主持人 主持就连节目 或时事评论员的话 那你包括就 你主持节目的风格 大家是不是喜欢 是不是接受 那你在评论的部分的话 你的言论是不是 大家觉得说 算是一个客观的 或是说算是一个 有一个程度跟水准的那样的 这就是我自己的考验了 那你现在 我知道你刚才提到了一个 火线双交 是你正在主持的一个节目 那还要上我们中央电视台的 时事评论 然后还有像飞碟电台的 这样的一个工作 那你每天的时间会怎么安排 我的时间上面来讲 是还好就是 我早上的时候呢 我会准备一些 今天要谈的一些话题性的东西 然后呢 下午一点钟的时候 到电视台去 当然就是化妆啦 然后准备啦 那因为早上的话 会花比较多的时间 跟制作单位沟通 我们今天要谈哪些问题 然后节目要怎么样的进行 然后化妆 然后录完影之后呢 就去飞碟电台 做我的现场的广播节目 那除此之外的话 因为平常的时候 会有一些商业活动 会有一些商业活动 主持商业性的活动 或者是广告之类的 那还有因为花很大的时间 我毕竟是记者出身的 那我现在这个要做 时事评论员也好 或说节目主持也好 你还是必须跟你原来 接触的这些领域里面的人 保持一定程度的接触 不管是应酬也好 或是跑新闻也好 还是要跟他们有一些 这样有最直接的 这个信息来源 那我们看到你的节目当中 就是经常会有很多的 这样的引经据典 有很多这样的一些 包括所谓的这个 新闻现场的一些东西 这些资料的准备 是怎么做呢 是有人助理在帮你做呢 还是完全你自己 一个人亲力亲为 我其实大部分 都是自己找资料 对 自己找资料 因为我们的形态 比较单纯一点 就是我有一个公司 我有一个传播公司 有个经纪公司 他们也有相关的工作人员 但是一般来讲的话 我大概都是自己 去找一些资料 很多除了找资料之外的话 也是因为基于过去的 一些采访的经验 还有我现在 虽然说是在主持节目了 可是还是保持着 跑新闻的习惯 我看到一些资料 就是说你们家人 有很多人在从事 这个新闻同业 俗话说不是原家不具同 为什么像您的先生 把您的父亲包括您的这个 我姐姐姐姐姐 我姐夫 也在做这个媒体 对 是不是受家庭的影响很大 其实还好 我爸爸两项正是时候 国防科工委新闻发言人 黄强表示 2006年中国有多项武器装备 完成设计定型和定型实验 以坚实为代表的一批先进武器 按计划交付部队 黄强表示 现在还在研制阶段的武器装备 进展顺利 07年国防工业将围绕军品为本 民品星夜的发展原则 高质量完成装备 那么在下午的发布会上 国防科工委还透露说 探月工程一期 现在已经形成了执行任务的条件 人造卫星嫦娥一号 已经准备好要发射 嫦娥一号是中国第一颗 人造月球卫星 也是中国完全自主创新的 嫦娥一号发射的具体月份 还没有确定 这次它的飞行距离将非常遥远 比中国1970年发射过的东方红一号 要远了200到400倍 嫦娥一号也将是中国探月工程的首发项目 我可以告诉大家 探月工程的所有研制工作 正在按计划顺利的展开 这个将是今年的一大亮点 而且持续时间将非常长 作为中国第一颗人造月球卫星 嫦娥一号承担了很多搭载任务 其中有一项任务就是 将搭载30首中国歌曲 然后在38万里外的太空向地球传回 庄台记者田超颖北京报道 现在我们再来关注 五名中国工人在尼日利亚遭绑架事件的最新进展 目前由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组成的特别营救小组 正在出示地点河流州的首府哈考特港 与当地的政府和警方一起来继续开展营救工作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透过电话来连线新华社 驻尼日利亚的记者拜阿蒂 请他介绍 他认识了这个训练 作为一方式提供的问题 他认识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